大家好 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二 整個市又再進一步反復了 實際上指數也是再度跌穿了10天的平均移動線 就是說技術上市又會再呈現一個叫玉市底的形態 所說的底暫時是7月5日的低位27,830點了 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今年的市由1月29日的33,484點的回落 本來是屬於一個正常的中期生效的消化和調整 後期就出現了中美的貿易事件 而且這件事件不可能也都不會在一個禮拜 或者在短期之內是取消或者甚至是解決得到 就是說有一個延續性的影響力在那裡 問題就來了 現在這一分鐘是7月中 暫時來說去到7月5日的低位27,830點 今年的市跌了5,644點 但是以一個年度計的波幅 全年可能有7,000甚至7,500點 那就是說指數不能夠突破33,484 是必最後剩下來的可能性就是向下運 一年的低位 從而將今年的波幅擴闊到7,000或者7,500點了 這個對後續的股市來說會帶來一定的隱憂 幸好就是假設今年的波幅全年真的7,000到7,500點 那問題就不是這麼大了 因為現在已經有5,654點波幅 跌了都是2,000點 那情況就是差 不過不是差的不重要 不過這個當然是暫時來說 還有一個技術層面去做一個分析而已 事實上來說中美貿易事件對個別的企業 和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沒有那麼快即時見得到 但是去到三季尾或者第四季 相關的數字就會浮現的了 其實影響性可能會比較明顯 從來股票都不會等到你事態出變數 或者發生了才做一個反應 要好的一種升定先 要淡的一種就先決定先的了 指數或者恆生指數或者大市 一定是走在任何消息和事件的前頭的 照現在這分鐘來看 市場的看法是比較保守的 所以任何的部署 短炒的行動 第一就不要急 也都不要那麼大手 認勢就比人強 就算個別的股份的股值是比較低 是比較吸引 但是不是等同它會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或者會反映在這方面的優勢 相反來說 就是因為本身的優勢是比較多 所以早前資金部署是比較積極 到後期一旦跌穿了 就龐大的減持 龐大的沽壓是會慢慢慢慢滲出來的 所以第一不要看著今年的高位 去看現在的股價 因為今年的高位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利淡因素 俗成衝擊 現在是有中美的貿易事件 而且這件事件不是一些技術上的走勢 可以預測得到的 所以最好就是不要弱不要急 還有盡量保留多些現金在手 從來升市跌市 那時候我本人見得太多了 但是無論怎樣也好 一個所謂的中期調整或者一個跌市 我不管你什麼原因出到來 它一天沒過去 或者事件沒淡化 仍然還有一個延續性的 延續多久真是沒有人知 所以盡量保留現金 直到大市是有機會抗給我聽 出現新一輪的升浪 或者事態漸漸已經消化了呢 那時候我們才作作部署 現在這分鐘 似乎你說暫時都不是時候 保留一定的實力 保留多些現金在手 靜待機會比較好些